今天我 人走茶凉 大家好 我是台北榮總蔡嘉芬醫師 我們人步入了中老年的時候 很難免的就是會失去我們的朋友 因為人總有生老病死 生離死別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是您的長輩 爸爸媽媽 去前往參加他們自己好朋友的告別式 回來以後非常的傷心 非常的難過 一直在講這件事 甚至會開始哀嘆自己 可能也不久人世 有時候甚至你都會覺得說 你有跟他那麼好嗎 為什麼你的同學走掉了 你可以難過成這個樣子 甚至吃不下飯 原本想做的事情也都不做了 我想我們必須要先換個角度 來體會一下 身為一個中老年人 他失去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他人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人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反應 在醫學上叫做哀痛反應 哀掉的反應 因為哀痛是證明的說 他在生命中有一個失落 而中老年期就是我們一生中面臨失落 次數最多最頻繁的一個階段 他會傷心 他會難過 是證明他曾經擁有過 可能曾經擁有過這個感情 這個友情 可能他們以前是同事 所以他有一種就是工作的一個熱情 甚至這個朋友的一個離開 也象徵了他們過去曾經擁有過的成就 跟感情的一個牽絆 都跟著這個生命的消失而失去了 所以有時候參加一次就很難過了 結果隔了一陣子又第二個朋友離開 每一次每一次的參與 都代表了每一次每一次的失去 那失去就會喚起過往的一個回憶 人有時候會 本來已經乘風的往事被叫起來 會有一種無意識的悔恨 可能想到說 早知道上個月就去看他 去年的時候他說要約吃飯 但是沒有成形 那麼也代表了一種 我們對於人生離死別的一種分離的恐懼 最終極的是因為 當我們進入中老年期之後 會面對就是人人都可能會死亡 這樣的一個生死的一個焦慮 藉由朋友的離開 也會想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 那我們怎麼來幫助我們親愛的家人 來面對這樣子的哀痛呢 最重要就是要給他時間跟空間 讓他能夠好好的哀悼 讓他能夠有一個可以哭泣的權利 就好像小朋友 假設今天要搬去另外一個城市 必須跟自己原來的同學 來做一個分別 身為這個母親 小朋友跟你說我好難過 我好傷心 這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以後就沒有跟他一起上學了 那你會怎麼做呢 你可能就是讓他哭一哭啦 讓你安慰他 抱抱他 要讓他能夠好好的哀悼這個過程 不要去跟他說 這個你以前好像也沒有跟他那麼好 這樣子的說法並沒有辦法幫助他 那麼這個哀悼雖然好像很傷心 好像很難過 但他也是有一個好處的 這種哀悼的成功 可以讓我們一個中老年人 獲得追求生命晚期 開創新的可能 因為這個失落是會再來的 而且在生命的中晚期 本來就是會一直失去某個東西 那如果他能夠成功的 度過這個哀悼的過程的話 他心裡的平靜能夠獲得 那麼甚至可以從這個開創性 去引導到所謂的生命靈性的一個開展 我們人很多時候都是在盡頭 在接到起頭的 那麼在食物面上 怎麼來幫助我們的長輩呢 他的好朋友 以前的同袍 以前的老同事 本來都很棒的一起 可以相聚 聚餐 走一走 但他們離開了 那麼醫學研究發現說 對一個老年生活 要達到快樂 一個團體跟情感方面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甚至比你有沒有錢 都還來得重要 所以度過了哀悼之後 我們要來開創新局 也就是要鼓勵他們交朋友 這個我常常在門診講 可是很不容易 他們好多理由 長輩常常跟我說 我都這個年紀了 還要去交朋友 我會跟他們分享說 我們這種年紀交朋友 跟年輕的時候交朋友不一樣 年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尋找 所謂的三五的知己好友 因為知己 那可是一輩子的 而且可能是尋尋覓覓 才好不容易認定的 可是我們老年交友 並不是要往這個方向去移動 所以不用太過緊張 那有一個秘訣 三不一樣 首先就是第一點 就是心態放開 就是說不要拒絕說 我90歲了 我還能不能交朋友 我100歲了 其實還是可以交朋友 沒有這種年齡的限制 再來就我剛剛講的 在我們年紀增長之後 交朋友呢 並不是說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知心的 他跟我這個興趣都一樣 什麼都一樣 喜歡吃的東西都一樣 我才跟他交朋友 反而是要君子之交淡如水 清清淡淡的 比較開放 但是比較這樣子 舒服的一個關係 是比較適合我們老年交友的 再來是不要給自己設限 不要說一定要男生 一定要女生 不要一定要設限說 我比他老 我比他年輕 那我比他健康 或者是說我比他不健康 不要設這麼多的限制 再來一個就是千萬不要比較 很多長輩呢 小小的一個缺點就是說 到了一個聚會的地方 開始比較你幾個孫子啊 他們上什麼大學啊 這個比較總是容易傷感情 那麼所以呢我們如果要跟別人呢 能夠來做這個老年的好朋友 不要比較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訣竅 最後一個是不要說教 畢竟呢長輩度過了很漫長的人生 有非常多人生豐富的經歷 其實是可以拿出來分享的 而且也能夠幫助很多年輕的人 但是就是在這個口氣上 在這個心態上 如果我們要交到很多老來的好朋友的話 我們不要用說教的方式去跟別人來往 例如說你有糖尿病 你現在又吃這麼多甜的 你高血壓 你為什麼吃那麼鹹 就是一直用這個說教的方式 或者是說看到比較青年的朋友進來 穿的這個有破洞的牛仔褲 又說天氣很冷 為什麼要把衣服弄得破破的 你可以在心裡覺得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 但是呢不要說教 我相信如果一個中老年人 我們上了一個年紀 別人看到我們如果是一個有智慧的 是一個開放的 那不管是年齡大或年齡小的人 都會想要跟我們做朋友 那這樣子我們老年生活呢 才會豐富 才會有情感 那這個是分享給中老年的長輩 還有協助他們的子女 如何來面對很常見的 就是說父母可能會經歷一個悲痛的反應 那在經歷過這個之後 如何開創他們下一段的人生 重新結交新的朋友 來豐富日後的生活 那是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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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段時間